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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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是100%的按照厂家的这个要求 所以我们是得到厂家的认证 接下来呢我们也得到客户的认证 比方说Diamond Certified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公司 他们是专门就去调查已经做过的客人的满意度 每一个行业他们只选几个公司 在满意度达到90%以上 才能符合进入他们那个Diamond Certified的那个列表里面 所以微销公司长久的一直是他们的成员 每年都符合他们的标准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成功的经验 还有就是我们是有一个实实在在的公司在那边 不是开在家里面 因为做一个business的话 你一定要大家认认真真地在那边做事情 每天上班到了办公室 你就有一个很准备做工的那种状态在里面 如果每个人都乱乱散散在家里的话 那很多事情今天拖明天 明天拖后天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去解决了 所以我们是实实在在 有这个公司在那边 然后客人打电话来 直接的就是可以跟我们的客服对话 而不是去留言在一个机器上面 最后一点我要讲的就是 因为那个科技啊在不断的发展 产品也在不断的提高 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去学习那些新的技术 不断的改进才能跟上那个时代的要求 如果我们今天做的方式还是30年以前那个方式 那我们早就会被那个淘汰了 所以科技在进步 那个产品在不断的更新的时候 那么安装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每年都有新的要求 就是要一个要符合市政府的要求 然后环保的要求 还有那个产品的要求 每一个它是写 其实写得很详细的 有些公司它根本就不去看那些小字 因为读那些东西也要花很长时间 我们是花很长时间 每一个它的那个报告 就是检测的报告 然后按照它的要求去 去做我们每一个产品 所以我们对每一个屋顶都是非常认真的 就是从开始到结束 然后呢我们也做到分工 做一个工作 不是说要两个功能从头包到底的那种 所以我们有不同的团队 有专门负责拆掉旧的屋顶的一个团队 然后有安装的团队 安装水槽的那个团队 还有那个装这个清洁方面的 所以这个几个团队结合起来 才能把一个工程做好